爱诚坠楼意外发生之后 远在马来西亚的家人得知消息 几乎都没有睡觉 连夜赶办签证等相关资料赴台 爸爸妈妈大姐二姐二姐夫 和两个弟弟都赶来台湾 见爱诚最后一面 爱诚的妈妈写了一封签字文 给他最爱最宝贝的儿子 信中提到 因为妈妈喜欢刘德华 所以爱诚从小就会唱 刘德华的歌给妈妈听 甚至在少年时期 参加了刘德华模仿赛 瓦宅还亲自颁奖给他 从此一个音乐梦 就在爱诚心里发了牙 你在舞台上表演时 眼中的光芒我一直都看在眼里 我很清楚你生来就是属于舞台的 你这二十年追梦之路 有过很多坎坷 为了夺得超级偶像冠军 你付出了很多心血与努力 妈妈看了很心疼 其实你早已经是妈妈心中的冠军 每一段与你相聚的时光 都是我所珍藏的记忆 尤其是上一次我们一家人 去香港旅行的时候 是我这么多年来 感到最快乐最满足的时光 事发前一段时间 你还是每天都和我们在家庭群租里聊天 你对回乡的计划期待不已 全家人都开开心心的计划着等你九月回来 要让你和彤彤拥有一个美好温馨的婚礼 你也对我们的计划连身赞好 只可惜爱诚没有留给家人们实现计划的机会 爱诚妈妈也向儿媳彤彤喊话 虽然爱诚离开了 但你永远是蔡家的一份子 永远是我们深爱的家人 我真的很心疼 但是也猜想他或许也辛苦了很久了 真的很希望他现在是安好的 在天堂是没有苦痛的了 千万不要再攻击家人和家属 我觉得他们的心一定是我们 他们的心痛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成见做太多的批评 尤其是对爱诚身边这么亲近的人 因为爱诚长年以来 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台湾 那跟马来西亚的这个家人平常相处的时间不多 那当家人知道这个不幸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他们的心理的痛心 跟这个难以接受 我们在协助爱诚的家人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 这过程是顺利的 爸爸妈妈的这个心情基本上看起来还是平静的 那在这里呢 希望他们能够解爱 那至于爱诚以后会回到马来西亚还是会留在台湾 那根据家人的这个表示 他们会尊重爱诚 因为毕竟爱诚在台湾已经二十几年了 爱诚非常爱台湾这块土地 所以这部分呢 他们或许还是会做讨论 爱诚的追思会定于8月24日下午1点30分 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景形厅举行 粉丝可以到场 怀念在舞台上永远是开心果的爱诚